平地淹水就是因为连日的豪大雨的关系 连带导致于苏花路廊全面严重摊坊还有落石 大清水隧道甚至您可以看到下起的叫做泥沙雨 一家六口说他们当时开着特斯拉经过 整个车窗被泥沙落石给砸破 没有办法再往前进 而且就这样受困在这个隧道长达三个小时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花莲是有多个路段都是有摊坊落石 包含台九丁台九县的部分 所以有很多民众原本今天一大早 要到花莲的光复去参加路跑 却因为遇到这样的落石摊坊打乱的行程 最终只能弃赛 原本花莲人很开心说走过地震阴霾 没有想到暴雨摊坊再度重击苏花 滚滚泥沙从天而降 山洞沙石不断崩落 在路中央形成一个小山丘 直接把路给堵住 29号花莲午后大雷雨下了将近200毫米 秀林湘石雨量更高达83.5毫米 造成苏花路狼道虫的路段多处摊坊土石流 甚至有一家六口开着特斯拉经过时 车床直接被崩落砂石砸破 受困大清水隧道 公务段也束手无策 车子有办法开吗 不行因为玻璃破掉了 我们困在这里三个小时了 吊车没有人愿意上来 最终只能将人车移到中人隧道 再开到和平派出所安置 才结束这场惊魂 我想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前面一个隧道 再往北一个隧道 那边比较安全 但受影响的不止这一家 从晚上八点开始 苏花廊道陆续有崩塌落实情形 往花莲的游客行程全被打乱 二三 花莲光复乡知名景点大农大富 三十号一早为了重振花莲观光 举行舒适路跑 但受摊方落实影响 部分游客只能弃赛 我们大概报名了四千多人 可是在地震过后呢 已经大概退赛了一半 就连昨天晚上那个土司流交通 就是我们的车都过不来 出花又发生了摊方 那也造成了有许多的旅客 没办法前来 所以导致于说 电房被取消 这也算是雪上加霜啊 以为总算能走出地震阴霾 在暑假重振花莲观光 却又被豪雨打乱步调 目前台九线人采取机动管制 不管是花莲在地人 还是观光绿宿业者 真的只有满满无奈 东西雄黄一鸣 李汉静 林肯荣华莲报导 不过只要上山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尤其是离这种杀石车远一点 百万网红叫做如歌 他最近就号召二十名的毕业生 一起骑车到和欢山的武岭 庆祝毕业 但是他拍下是行经台 十四线普务公路的时候 这一辆前方的杀石车 恶意的B车超车 还擦撞到一名女同学的机车 差点酿成伤亡 如歌就痛批啊 这个杀石车的恶怜行径 形同杀人 那么警方现在接获了 这个画面也根据记录器的影片 开出了四张罚单 最高开罚四万 毕业生骑着机车 行驶在台十四线 埔里往仁爱路段 这时一辆杀石车 从后方不断逼近 前方车辆多 骑士速度也快不了 但杀石车却猛加速 在双簧线边缘移动 从骑士旁擦身而过 企图超车 接着干脆跨越双簧线逆向 但就快进隧道时 沙石车紧急开回原本的车道 差点撞上一旁骑士 就在过了普里内普桥后 沙石车又开始B车超车 一名女骑士被超越后 沙石车车头还擦撞到 女骑士的机车 女骑士重心不稳 机车剧烈晃动 差点就快倒下 被卷进车轮底下 惊险的这一幕 被同行车友全程募集 差点吓破胆 知名网红如歌21号 邀请近20名毕业生 骑机车到荷欢山武岭 庆祝毕业青春不留白 但在前往武岭的台十四线 却遇到沙石车恶意B车超车 甚至还擦撞女同学的机车 还好女同学及时稳住机车 否则可能病丧轮下 离谱的是沙石车驾驶到 仁爱南风村路段 因为前方施工 还下车和带队的如歌和车友理论 否认他有B车 网红如歌相当气愤 认为沙石车驾驶的行径 就像企图杀人一样 将行车介入器画面提供给警方检举 沙石车设违规超车之行为 本分局将主动通知 沙石车驾驶到本分局说明后 认定违规事实并依法举发 沙石车驾驶违规B车超车 不宜规定驶入来车道 被开出四张罚单 最高可处四万零两百元的罚环 同时要调扣牌照六个月 为他危害歧视安全的行为付出代价 东山巡围红青吴俊强在南投采访报道 公路上山路上难免会遇到有人B车超车 但怎么因为想过国道上有人在乱扔生鸡蛋 害人差点看不见前方 新北这位女驾驶她开在国道一号系五高架 她说她当时被恶意B车 因为对方是两度打开车窗扔她东西 第一次没扔中 第二次这个丢的鸡蛋直接砸中女驾驶的前挡风玻璃 她当下完全视线模糊 影响到视线非常的危险 尽管事后她停车 利用高压水柱再加上泡沫自助洗 她说鸡蛋的臭味完全洗不掉 国道上被逼车女驾驶好害怕 打给男友求救 但是这还没完 右侧白色手旅车突然扔出一颗鸡蛋 郑重前挡风玻璃 驾驶吓坏了立刻打开雨刷 这丢我鸡蛋是什么的 哎呦好可怕 这个人也差去的 事发就在国道一号系纸高架桥上 28号晚上10点多 对方扔完鸡蛋还可以变换车道 开到女驾驶前方 这等于是恶意逼车 原来只是白色休旅车 不满女驾驶开得太慢 不只扔鸡蛋还比出不牙手式恶意挑衅 加上视线被遮蔽 害他们差一点就要出车祸 麻烦的更在后头 哎呦喂啊 这丢鸡蛋的真 浪费食物 余驾驶男友去自助洗车 用高压水柱夹泡沫洗了老半天 蛋液表面被洗掉了 但是重点鸡蛋的臭味还在 车主又气又苦恼 任鸡蛋的车主为了表达怒火 国道行驶中丢弃物品变换车道 加上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可以罚3000元到6000元 另外女驾驶男友也打算提告恐吓 强制公然侮辱公共危险等罪 车主一时情绪失控扔鸡蛋虽然出气了 但是终究会被警方找上 东森新闻赵艾姐亚新新北报道 这个挡风玻璃被丢生鸡蛋 其实真的很难清解 尤其某些车辆碰到某些物品 这真的要花大钱来清理 我们实际来问到美容的汽车业者 他说其实第一个动作就是不要打开与刷 否则真的会影响行车视线 而且万一你被人家扔东西 泼漆也好 你先用水冲洗干净 要立刻开到美容厂 而且要利用人家的这种专业的药水 来去除臭味 这样子不仅这个生鸡蛋是不容易自己清理的 还有许多难洗的食物油漆 千万别碰到车 我们来看到有哪些 鸡蛋砸在挡风玻璃变成一大片 蛋黄蛋白蛋壳 这样要怎么开车 驾驶看过来最大的禁忌是这个 假设驾驶的车辆被鸡蛋砸动 好多车主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 喷水加开雨刷 不过你这样看到挡风玻璃会变得更加模糊 反而会影响到行车安全 那要怎么洗财部NG 汽车美容业者表示 应该要立刻用水冲洗 避免淡液干掉 接着交给专业 第一层喷上强碱药剂溶解 加上泡沫沖完一遍水 先清洁表面再来 鸡蛋遇到高温蒸汽 加上第二层药水或是酵素 以及湿布擦拭 基本上都能清洁干净 但为什么这么难清 蛋白里面它有一个半爬 暗酸跟一个一个所谓硫黄剑 那这个硫黄剑部分它只要遇到热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硫化氢 那会导致像腐败的味道一样 像我们遇过最难清洁的部分 比如说像豆浆牛奶 那再来就是臭豆腐 这部分在讲话 它其实也是因为经过发酵过 也就是说含有蛋白质最难搞 也有业者表示 假设经过两道工法 还有异味可以再用机器抛光 另外还得让车辆多晒太阳 去除臭味效果更好 而对汽车美容业者来说 车壳表面有脏污都是小事 最难清洁的就是内装 比如说我们有遇过沙拉油打翻的 乳胶漆析枕筒打翻的 那种味道很重的东西都不好处理 或是严重的烟味等等的 反正味道重的只要是在内装的 对 都要处理得比较久 清洁废工过去又车主不小心打破鸡蛋 留在车内 以为表面擦拭完就干净了 但异味消不去 假设渗到茅坛底下还可能会涨趋 碰上男清洁的液体 建议还是得花钱交给专业 帮你搞定 东三新闻赵艾姐亚新 新北报道